民進黨控制媒體的人力 是前所未有的進步 所以執政好壞不重要 控制媒體比較重要 DPP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說我反正執政不好的啦 我怎麼樣都搞不好 因為它經濟也不行啊 軍事也不行啊 只要把媒體控制好就搞定了 只要把媒體控制好 天下太平都沒有問題啊 蘇醫師 我們難得從來沒有第一次 從來沒有同台過 今天算是第一次 來我們來談談 有關公投的事項 在這裡呢 當然我是學法的 你是學醫的啊 可能也許存有不同的觀點 但是以我對於公投法的了解 我要這麼說 憲法上賦予人們 人民選舉罷免 創制覆決 這個創制也好 創決也好 是公投最主要的投票內容 或者投票的標的 對不對 那政府要設立公投 理論上是鼓勵人民來參與公投 如果他不鼓勵人民參與公投 那根本就不要公投嘛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要大家不要來公投 那失去了公投設置的原來的目標所在 民進黨多年來 民進黨多年來一直都是鼓垂公投 那為什麼這一次 四大公投裡面有一個公投叫做公投綁大選 民進黨卻竭力反對 而當年民進黨在還沒有執政的時候 是絕對支持公投綁大選 大家可以理解公投如果綁大選投票率才會高 公投不綁大選投票率一定會下降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公投綁大選是合理的 從法律的觀點 你今天設立設置這個法律本身就是鼓勵大家投票 就如同你今天在選舉的時候 你要選出總統也好 選舉立法委員也好 或者地方公司也好 作為一個政府 你絕對是希望大家來投票選舉 而不是希望大家缺席不要來投票 對不對 我想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對於公投一個基本概念 可是民進黨今天卻背道而辭 針對這個部分 我想我是一個法律人 你是一個醫師不是法律人 從你的角度來看公投綁大選 這一個議題 您的看法 謝謝張律師給我這個機會 就像張律師講的 其實我學的是 我們一般講叫做 我們一般講叫什麼 你是社會主嗎 我是社會主 你是自然主 我是自然主 那通常我們自然主是對這個 所謂的制度啊 法律文化我們是 比較不是我們的專業 沒錯 不過因為我是學醫的 我從醫學的理論好了 來講一講我的看法 也許跟張律師 您從法律制度啊 政治學的看法不完全一次 我是這麼理解說 為什麼在整個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傳統上面 它會有選舉有罷免 然後之外還要有所謂的創制覆決 就是我們今天的公民投票 那傳統的理論 我以前在那個學校裡以後 學的所謂的公民教育 教我們的大概就是說 所謂的民主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間接民主 一種叫做直接 間接民主 對 那我想說為什麼要有間接民主 我現在的想法啦 從我們醫學胚胎學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 任何生物嘛 動物都是一樣 我們會從胚胎發育 然後慢慢才變成一個完整的個體 那它有一個發展或發育的過程 那我覺得民主也是一樣 它也是有一個胚胎的時期 有一個幼兒的時期 最後有一個成熟的時期 那如果從民主的理念來講 我的想法 它既然是人民做主 那應該是所有事情 都由人民大家一起來決定啦 可是我覺得古時候 這個會有困難 古時候你說要把一群人聚在一起 像大家現在不要說 說少啦 我們只要有五個到十個人 要去討論一件事情 就沒有那麼容易 那如果整個國家大事 像台灣我們目前公民數 加上這個非公民有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你說每件事都要兩千三百五十萬人決定 幾乎在技術上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想過去古時候一定是更可能 所以那時候一定只能 用所謂間接民主的方式 就是大家選出一個代表 那由代表去代表這些人 去討論一些國家的大事 我想 間接民主站在我用醫學 或者是用胚胎發展的觀點 一定是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 西方他們在整個民主過程裡面 一定也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你選出來的人 有時候會所託非人 而且那個時候他答應我們 說他一旦當選了民意代表 或者當選行政首長之後 他答應我們要做到的事情 他掌握權力之後 他可能會後悔 或者就是翻臉不認戰 像以前有一位 我們大家也都蠻敬重的一位李遠哲 他當過中研院院長 他那個時候是非常支持陳水扁 來幫他組一個國政顧問團 才讓他有機會當選總統 那之後 陳水扁有很多的政見 根本都沒有實現 所以李遠哲就出來聽他講 他說選舉本來就是這樣啊 政見沒有一定要實現 就是事後這種情況 我覺得西方一定也遇到 跟我們一樣的經驗 類似的情形 所以他們就說 不行我們人民 把所有的權力都委託給 這麼少數的一些人 這些少數的人 最後他們可能就合謀起來 背叛整體的民意 所以應該是這樣的情況啦 我不是政治學專家 不敢講這個說法一定對 或者說 從醫學的發展觀點來講 應該是這樣 後來大家都就想說 這樣不行 我不能把全部的權力都放出去之後 就不管他 必須保留一點點的權力 在自己的手上 選人的部分我們是罷免的權力嘛 對 但是有些事情要決定要怎麼辦 那是不是保留部分的重大的事件 甚至像國家要統一要獨立啊 那要不要這個贊成什麼同性的婚姻啊 或者是說要改變一個很大的憲政體制 就是這個就要全體公民來投票決定 就是等於是一種直接的民主 這個其實不是我自己發明的 就是過去民主進步黨在這個宣傳 或者是說提倡公民投票的時候 他就是跟我們這樣講的 我小的時候 當學生高中生大學生的時候 我聽這些包括蔡統籠的這些 蔡公投的這些理論的時候 就覺得欸 這樣說有力 我們人民最大 我們才是國家的主人 平常委託這些民意代表 這個行政首長 但是一旦我們覺得他們做的決定不滿意 我們可以用直接民意來改變他們的決定 或者是他們不做 我們可以來叫他們做 可是現在我覺得 對我打擊很大的一點是 當年那個提倡公民投票的民進黨 現在執政了 而且不只執政而已 這個是第二次的執政 陳水扁是第一次嘛 可是他沒有完全執政啊 因為他只拿到總統 他沒有拿到國會的立法權 所以痛苦的很 這次蔡英文不一樣啦 他執政是完全執政 行政立法完全是一把抓 結果他現在面對他的執政 背叛民意的時候 他居然污蔑我們公投 說公投是少數的政黨發起啦 是要什麼搶奪政權啦 我覺得這個東西對公民投票的精神 已經是很大的一個污蔑啦 所以當然也很希望來聽聽 張律師民從一個法學的專家跟實務的工作 可不可以來跟像我們這種自然組的再來講一下 到底從法律的觀點 不管是憲法啦 或是公民投票法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一個人民自己 好像看起來很費力啊 不綁大選投票 又常常連25%的門檻都跨不過 那既然這麼困難的情況下 為什麼還要保留這樣制度 為什麼不乾脆就只有選舉罷免就好了 我只能說當民進黨需要人民的時候 當他還沒有執政的時候 他是鼓勵人民來參與 今天他完全執政後 他希望人民盡量不要碰 由他們自己來做決定就好 這是我今天對民進黨整個對公民投票的看法 現在他們把民進黨把公民投票當成是藍綠對決 或者是這個黨對黨的對決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荒謬不過的事情 因為公民投票本來就是訴諸人民 絕對不是訴諸政黨對不對 絕對不是訴諸政黨 整個公民投票的設計 其實從一開始 原來是國民黨在打壓公民投票 今天等到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你會發現是民進黨在打壓公民投票 這彰顯了一件什麼事情 就是執政者都不希望民意 龐大的民意去反對他的時候 這就凸顯了公民投票 他的真正意義所在 就是要來制衡 由人民來決定一些事情 其實這些事情 剛剛你有提到說重大事情 在很多國家的公投不見得是重大事情 我曾經看過一則消息 美國加州舉辦一次公投 公投的內容是 成人電影的男生要不要戴保險套公投 這個都拿來做為公投的項目 你就可以知道 只要人民覺得大家願意 有一定的連署人 決定要對社會上的某些 不管是不是政治議題 他們認為說 要透過全體國民 全體公民來決定一個做法的時候 他們就有透過公投 我印象中 瑞士幾乎年年都在辦公投 年年都在辦公投 那公投的結果 就工作執政者施政的參考 因為這代表了更多的民意 甚至他還超過了原來可能支持你成為執政者的民意 還有你執政的一年兩年三年四年 一個是民意會改變 第二個社會間的事情 很多事情也可能會改變 有時候執政者不肯做的事情 就要透過公民投票 瘦肉精是含有風險的 那這個風險台灣人原本不需要承擔 吸毒就是吸毒 不管吸多少毒都是吸毒 我們絕對反對瘦肉精 是零檢除的 一定要零檢除 阿六 一個國家要扮多糕的願意 就是要爭取 要守護人民的權益 在高達有八成的民意反對之下 仍然要來開放美國含有瘦肉精的肉品進口 本黨堅決反對 這個瘦肉精是為了 增加商業的一個利益 這些添加物根本就不需要 也沒有必要存在這個食品裡面 更不必要讓民眾 來直接去承擔健康的一個風險 民進黨團再次重生 只有零檢除 瘦肉精只有零檢除 不要 讓瘦肉精這樣發言 真的簡直非常不要 此一政策默示專業 我被民意 將國民健康至於未知的風險當中 覺得他把我們當傻瓜 但是我們不想當傻瓜 我們台灣人不是笨蛋 全國上下一條心 行政部門 立法部門 民間團體 大家團結起來 像美國人要求說 我們要跟歐洲人一樣 吃到沒有瘦肉精 沒有荷爾蒙 那種等級的牛肉 對於所有的肉品 絕對不能含有瘦肉精的這個立場 跟態度 我們維持一貫的這個原則 國民健康 不容妥協 不容妥協 玩弄民意 以及玩弄國民的健康 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政府 這樣的政府 有一點像詐騙集團 為了個人的政治籌碼 或是過去的一個政治交易 來忽略掉國人的健康 要來達成 我希望呢 將來我們的公投是一個 每年固定都要舉行的公投 對於社會上任何大家覺得 可以透過公投來解決的事情 慢慢的產生一種 大家的公投投票的習慣 像瑞士 像美國很多州 他們都在辦公投 不要把公投當成是洪水猛獸 就如同 你不要把選舉當成是洪水猛獸 為什麼 四年要有一次選舉 或者三年要有一次選舉 目的何在 就是要接受人民的檢驗 你這個執政者 還夠不夠格在當執政者 如果今天你做的不好 大家要換你 換人 那就要透過選舉 選舉是針對人 公投是針對事 對不對 公投是針對一件事情 哪些事情可以納入公投的範圍 這個範圍我認為只移寬而不移窄 只要有人連署足夠的這個連署數 希望大家一起來決定 我們未來在生活中 不管是政治體制的生活 政治的生活 還是其他各方面的生活 就像我剛剛講的保險套為例 它跟政治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為什麼可以 按公投來決定 也許 這個執政者認為說 這個關乎可能 風俗文化 或者社會風俗 希望大家形成一個共識 如果有這個共識在 大家這個執政者也好來遵守 它也有依據 現在的問題 我記得上一次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的公投 好像弄一塌糊塗 這一塌糊塗就是公投的這個議題 好像十幾個我記得對不對 十幾個 結果弄得整個選舉就盪下來 就delay了很嚴重 delay了很嚴重 那所以就有人 特別是民獎 就有人反對說 這個公投要跟大選放在一起 因為會造成選舉的研制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是技術上的問題 你不能用技術上的問題 來反對公投的舉行 尤其反對公投跟大選一起舉行 因為當有大選的時候 投票率才會高 能夠讓公投展現的民意才會強嘛 至於您剛才提到說 古時候啊 您說的古時候其實並不古啊 大概三四年前之類的 因為讓我想到古代 古代這個說真的 當人民很少的時候 可能大家直接的決定是最快 在一個小鄉村 兩百個人三百人的一個村落 裡面的長老就這個奇數 就跟大家溝通決定了 他其實是直接民意 可是那個是古代人 人少的時候 我記得讀 我好像讀希臘雅典那個時候 也有一些直接的民意的那種 那個我稱之為古時候 我剛剛一聽你的古時候 想說奇怪 古時候類似大部分都沒有民主體制 沒有民主體制 就不見得會有公投 中國幾千年來 沒有什麼公民投票的這種情形 所以剛剛你講的古時候 應該相對於現在來講 可能就是三四十年前 二三十年前 離現在我們很習慣於 有所謂的直接的選舉 直接的這個投票等等 這個時間上 應該是應該也說古時候 可能可能會有一點造成誤會 其實這個近代民主社會 大概從十六十七世紀 工業革命 英國的工業革命造成中產階級的興起 中產階級的興起 就要求跟王權多分權力 慢慢產生了近代的民主制度 對不對 民主制度 所以整個民主制度 可以說大概是從工業革命 一千七百多年以後 才慢慢開始有這個民主 那當時大概都是 大概都是透過代議政治 您剛剛講的間接選舉 其他就是代議政治 本來想說 因為現在人慢慢越來越多 事情也越來越多 要由代議議員來決定的事情 這個 比較不方便由全體人民來決定 所以代議制度 就取代了相當多的直接的 直接的這種投票 讓公民投票就變成 因為代議制度的衝擊 或者因為代議制度的實行 使得公民投票的 這種必須性相對來講 但是市少了一些 我就講真正的古代 人數少的時候 很多事情就是一個地方 大家自己決定 那今天呢 我們不太可能 說有一個地方 所有全體的 你想想看 剛剛一個高雄市 就一百快兩百萬選民吧 一百多快兩百萬的選民 你怎麼樣去透過 這個直接的去來論證 那就只能透過代議制度 所以 但是 代議制度一定有缺點 就像您剛剛也提到啊 真的 說真的 今天我們的民意代表 真的符合我們選民的期望嗎 透過公民投票 也給我們的 我們選出的代議議員們 或者立法委員們 公民投票也會給他們壓力 促使這些 民意代表 能夠遵守當初的承諾 要讓人民的意志 能夠展現 除了 你違反的 除了罷免是一種方式外 那是對人 但是對整個事情 透過公民投票 是絕對可以讓 讓很多的事情 可以成為大家 因為希望 怎麼做 而能成為政治上的 實現或者現實 這是我來看 公民投票 他確實補了很多代議制度的缺失 有他的價值存在 而且這種價值也正好制衡了 代議政治的 某些的缺失所在 可以產生一種自衡的力量 所以 我們今天在一個 台灣號稱一個民主社會的 這個 我們只能 我們應該要讓 這個公民投票 成為 所有台灣人民 慢慢習慣 慢慢接受 慢慢能夠成為 大家 政治生活的 一環 成為 政治生活中 大家都認為 就像今天的選舉 成為一種常態 未來的公民投票 也應該走向一種 常態 這種常態 對於執政者 是一個相當大的 警惕或者威脅 今天的民進黨 不願意公投綁大選 就代表著 他基本上是反民意的 這是 我對今天整個民進黨 看這一次的公投 他都要不同意 其實這裡面 三個議題是有關 自然生態或者是 這種 跟這個經濟發展的 這種 衝突中怎麼去協調 這三個議題 對不對 那唯一一個 不牽涉到經濟議題的 就是 就是公投綁大選 這個議題 絕對不能夠 讓民進黨 所謂的 把公投 描寫成 或者 把它 視作是 對於民進黨的 洪水猛獸 把它看成 這只是政黨對決 錯 這是 希望人民 意志的展現 能夠約束 所有的政黨 一旦它成為執政黨 的時候 不能脫離人民的監督 甚至不能脫離人民的控制 公民投票就是 對於執政者的一種控制 你必須按照公民投票的結論來處理你必須要處理的正事 但是很遺憾的我們看上一次十幾個投票有幾個過關我記得 有一些他沒過有些過關 過關的 過關的 我們的民進黨真的把那些過關的議題 當做議題去 在他的施政過程中去考量怎麼去運作 好像沒看到 好像沒看到 如果把人民的公投看成是放屁一樣 管你什麼公投我就是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那一方面使公投上市的價值 一方面等於缺少了所有監督政府的一個能量 這個能量就相對的會下降很多 所以被逼的只能從 用罷免去罷免某個人去著手 其實這是我認為罷免是一個比較不好的制度 不見得需要去鼓勵 當然也許他是必要的惡 但是公投絕對是必要的善而不是惡 是 聽完張律師這樣講我就比較清楚了 我覺得的確是有這樣的情況 特別最後我提到一點 就是從張律師這樣聽起來 那公投的確是對政府一旦被同樣一個政黨把持之後 很好的一個制衡 而且因為在代制的民主或是選舉出來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少數人嘛 但是他代表全體 那今天我如果是一個非常有錢 而且非常有利的財團 或者是一個勢力 甚至是其他的國家 事實上如果說你們這個國家就只有代議政治 那我就只要把你的這些中央民代 想辦法透過一些貪腐的方法 我就可以全部控制啦 沒錯 但是如果你這個國家還留著一個公民投票的這樣的機制 但是就算這些代議事全部都背叛民意 甚至背叛國家利益 我們民眾還是可以用公民投票的方法 把它矯正回來 那這樣來講 其他國家或者財團 想要用貪腐的方法去讓整個 活會的多數或者是行政權 為了這樣子的一個腐敗 而做出民意相反的一個決策 或者是立法的時候 那人民就把最後的上方保險 還是握在自己手裡 那這樣財團就會有一個害怕說 欸 我就算收買了整個立法院又如何 最後公民投票 我總不可能兩千萬人通通收買 那如果兩千萬人通通收買 那也沒話講了 那就是民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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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個人來做一點小小 陷入危機 我如果是併了那種種的總統 我想我們台灣人也是會走到那裡 來跟我講他 大家說叫他對不對 如果有一個總統 不論他是什麼人 如果一個總統 讓我們人民要求嫁頭 在這麼冷的所 雖然春天聽聽聽的路好 又有你教我來照顧 我如倫天我好好會路我走 總等如天氣來前